在上周日母亲节当天 国际佛光三会在中立银河广场 举办了母亲节御佛祈福法会 佛光长期致力佛法生活化、社区化 落实新云大师所推广的人间佛教精神 民众也可以透过这次的御佛节来洗涤身心 在法师的诵经下 整个法会现场也都跟着庄严起来 志工们细心引导如何御佛 民众们也虔诚地跟着步骤来御佛 平时活蹦乱跳的小朋友 到了法会现场也跟着大人们心灵沉淀了下来 那么我们之所以会把御佛活动呢 跟母亲节的活动结合在一起 主要呢也是要让大家了解 我们慈悲伟大佛佛的诞生 他的慈心悲愿就像母亲在照顾孩子一样 这个无怨无悔的 那么也希望借由御佛的法会 能够来洗涤我们世人的身心 让我们能够凝聚更多善的力量 让我们的国家社会人民 福祉能够更安定 市长也到了法会现场御佛 市长表示到 这个活动让大众借由御佛来自我反省 沉浸心灵 也提到说要全力协助佛光山与桃园新建国际会议中心 佛光志工培训中心及佛学讲堂等 我想佛旦御佛节可以讲是让我们心灵洗净 一切的贪嗔痴放下来 能够让心中的自然而然的智慧跟慈悲产生 我想这是非常好的活动 我会支持我们的佛光山的各项活动 遇佛现场至公与民众排列整齐 前程祈祷 展现庄严道契 敬千位民众参与 众人祈求 祥和社会 桃园女神新闻泛杨服中立财宝报导